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約三個小時的路程 橘木 你看 它超大 你們一定要來現場看 大到一個不行 雖然神木很壯觀好看 不過這段路真的讓我下翻了 現在要上這個爬坡道了 而且聽說這時候開始就會比較高難度 沒錯 這段路根本就是大魔王 很難爬 很累 很重 很滑 這一段路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一個字 好 我們現在爬到這個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酷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才有一度真的還蠻能過的 好 就是這一段了 好 經歷了大約三小時難爬的橘木群登山道 再來就是一段我稱它為 沒完沒了 爛泥巴野草路段 為什麼是沒完沒了 因為你已經爬完那個最難爬的攀爬路段 然後雖然這只是一個小時的路程 但是你感覺有一種走不完的感覺 我剛其實在後面有一段我真的快不行了 那種感覺就是不是重的問題 是腳痠到一個不行 然後這次重莊又下雨 雖然我們時間花了大概七個小時 你知道 經歷這麼難走又遠的路段 當你看到眼前這個目的地 真的有一種 天啊 我得救的感覺 因為一直下雨 所以我們到了也趕緊搭帳篷 其實那時候我們已經濕透了 而且又累又冷又餓 因為外面一直下雨 大家聽聽看 所以我們爬上來就下雨 然後現在全身也濕了要換衣服 真的第一次在那個帳篷裡面煮泡麵 我覺得現在的體驗真的是非常難得 然後在煮我現在最想吃的泡麵 太快好了 今天的晚餐 法拉 還有泡麵 超幸福的 因為換了乾衣服之後 其實外面有點冷 太美妙了 這個真的太美妙了 剛剛星空超美的 就是早上雖然有下雨 但是到晚上的時候 就是整個雲層都清空了 然後剛剛拍到超漂亮的照片 其實昨天睡的也還算OK 因為昨天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子 就是露天然後雜影 那我覺得白天的甲羅湖 就是整個都還沒亮起來的時候 感覺是這樣子 喔 有沒有 就是其實你看 稍微一點點光 然後它就其實是蠻好看的 所以我現在還蠻期待等一下 整個亮起來 千萬不要下雨 拜託 欸 我覺得在外面煮東西 真的還蠻有feel的耶 我一定要拍一下你們的裝備 超齊全的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上起來 坐在湖邊旁吃早餐喝熱咖啡 真的是超享受的 而且幸運的是啊 有一小段時間是沒有下雨的 所以有讓我們拍到超美的景色 當然拍完又下雨了 就是雖然它不是一個大景 但是我覺得過程當中 我覺得學很多啦 就還蠻開心的 尤其是學到堅持 然後我覺得過程當中 可以跟自己對話 然後這一次跟Alan 就是彼此打氣啊聊天 我覺得爬山真的是還蠻適合 就是大家來體驗看看 它是一個 不斷跟自己挑戰的一個活動 所以蠻好的 推薦給大家